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手臂被撞伤 留有后遗症 疾病和家庭的不幸福 就如我同活在的人间地狱 我甚至想过自杀 在205年的3月 我在Facebook看到台长的视频 那时我有些怀疑 我曾想过不知是否去了解这个法门 以致犹豫不决 怕自己没有时间学习 因为我上班工作的时间问题 导致我没有办法学习 一致学习的佛法 也带着怀疑一面去了解这个法门 虽然猜测不坚定 但一个月后 我还是来到了新加坡观音堂 开始学做功课了 自从学佛后 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知道今生的不幸 是因果报应 人生的痛苦都是自己造的呀 年轻后 我的病症都改善了 尤其是2014年 本来又是我的放病的时期 但是这次苦痛热症 没有再来光顾我了 我有了好好活下去的信心了 听到这里 您可能以为 我一定会好好学佛的 但事实那时候的我 没有智慧 学佛还不够坚定 我周围的同事 朋友 家人 也都不支持我学佛 说了很多不好的话 我本身工作时间长 很难安排念经的时间 我就开始不按时做功课 不念小房子 不久 我以前的病症都回来了 并且工作中的同事 也一致 针对我 我越来越苦闷 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家人朋友的那些 不正见只会害了我 我在菩萨妈妈面前痛哭 请求原谅 我重新念经后 身体又慢慢的好起来了 在2015年的4月 我参加了新加坡的法会 而且被抽到看图腾 台长说 我的朋友过世的母亲 在6个月后 会投到一个亲戚 或者朋友家 真的不可思议 因为当时 我的母亲怀孕了 正好是6个月后 就生了一个女孩 心灵法门 救了我妈妈和这个妹妹 我妈妈怀孕时 已经49岁了 医生查出 她的血液粘稠 每个月 都要给她打溶血针 2015年6月 妈妈的育肠期到了 由于她的年龄比较大 子宫已经封闭了 不然不能自然生 但是开刀的话 崩雪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妈妈一直打溶血针 所以危险性很大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就跟妈妈说 妈 你跟菩萨妈妈说 许愿吧 只有菩萨 等救你了 许愿 就15次数 用这个功德 保佑生产顺利 我就叫她念大悲咒 心经 准提神咒 和消灾吉祥神咒 生产当天 是我这个儿子 陪着母亲进厂房的 这是妈妈向医生要求的 因为她说我可以为她祝念 我念了功德 保三神咒 把妹妹前世的功德 用来保护她 能够顺利出身 手术中 我狂念大悲咒 那时我看到母亲 在发抖 她很害怕 我留着在说 妈 没事的 有菩萨妈妈保佑 一定会没事的 那时的我 就忘了以前种种 委屈 和对父母的怨恨 只是 不想失去这个家人 我对不起你们 我以后要做个乖孩子 好好烧圣他们 我就一边念经 一边握起我母亲的手 奇迹出现了 整个手术非常顺利 妹妹 顺利的取出来 没有出现崩雪的情况 医生自己也很困惑的说 这是奇迹啊 以她的预测 一旦开刀 就应该血流不停的 我和我妹妹 相差三十岁 这是医院第一次的记录 真的很感恩 观世音菩萨妈妈 我以前也接触过其他法门 还皈依过 但是那些法门没有这样一个好的师父 给了我三大法宝 让我可以消除业障 改变命运 并且还有这么多的精进 慈悲的师兄们帮助我 在我分享结束之前 我希望各位要相信菩萨妈妈真的存在 让我们珍惜 这么难得的姻缘 今生能够遇到心灵法门 珍惜这么好的法门和师父 让我们一起回到 观世菩萨妈妈的身边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我的分享就此结束了 如有说的不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请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关心菩萨妈妈 原谅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关心菩萨 感恩祝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义工们及佛友们